環保再利用的童玩真好玩 我觉得很好玩耶 因为以前人在漫画没看过这个活动 还蛮好玩的 我以为它很难 其实它很简单 就是寓教娱乐的体验室学习 让环保教育向下扎根 在基勇慈祭静思堂举行的 环保防灾勇士PK赛迈入第三年 室内的电竞赛加上室外的嘉宁华 全都紧绕环保防灾意识 捡这些废弃物来 动手去把它做出来 你会很有成就感 这是我们主要的帐篷 然后它又称为移动的帐篷 然后里面这个是符绘床 它除了是床座也可以是椅子 将废弃物提升淬炼 让环境更美丽 透过线下体验 线上教育等多元学习的方式 强化学生环保防灾的知识与态度 融入电竞游戏答题 有效吸收丰富的资讯 建立正确的环保防灾观念 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它我觉得很有趣 然后又很好玩 有很多传观活动 还有一些点心可以吃 金融市多位校长亲自 带学校的孩子参与活动 给予肯定 不仅让小朋友可以透过 资讯科技来提升自己 在环保知识 同时也能够以身力行 在各个园游会的摊位 来动手做DIY 相信在场的每位小朋友 都能够满满的收获 非常有创意的 结合我们在地的生活 然后也给小孩子一个正确的观念 站在一个交易小组的立场上 我们是全力来支持 尤其今天市长 副市长 还有议长 还有我们交易小组的机会成员都到 来支持这个活动 活动现场贵宾云集 一起为环境永续而努力 作为地球的一分子 怎么去尽到爱护地球 也能够随时做好 当灾难来的时候保护自己 就是建立好环保防灾的观念 祝福代表基隆初赛的小选手们 成功晋级国际杯全球总决赛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